開始了嗎? 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阿昂 今天呢我們非常榮幸的受到這個技嘉邀請 要來開箱這一次NVIDIA最新出的 GeForce RTX 3080顯卡 看到沒有是不是? 大家有沒有看到這隻英神 這一個是我當年買的技嘉AORUS 2080T來送的 果然啊照三餐敗這個英神 總算是有回報 技嘉終於找我開箱他們的產品好不好 我真的太開心了 那我們這次除了技嘉顯卡以外 這台電腦還搭載了技嘉非常多的周邊零件 那另外這次電腦寄來的時候 技嘉已經幫我把整台電腦組裝好了 所以等一下我們就不會有組裝畫面 但是我還是稍微介紹一下 這台電腦裡面的零組件給你們看 我現在呈現了一個半蹲的姿勢在這裡 已經快要堅持不下去了 所以呢 我就趕快按下開機的按鈕 給你們看一下 這台電腦 首先先從這次技嘉提供的主機板 Z490 Vision G說起 Z490支援了Intel第10代CPU Vision系列的主機板 具有優異的連接擴充性 還有高速的儲存能力 台幣6690塊的售價 定位算是中高階主機板 外觀採用銀白色的散熱片 與視蓋作為主視覺的設計 真的非常的吵啊 相信應該能夠吸引不少 喜愛白色內裝的玩家 處理器的供電部分 使用的是12項植出式的數位電源設計 另外Vision系列主打的客戶端 鎖定在創作者 所以除了在記憶體容量最高 可以支援到128GB外 靠近處理器的第一組 PCIe插槽和M.2插槽 也具有PCIe 4.0 Ready的設計 能夠支援下一代的儲存設備 RGB的LED插槽 則有5V和12V各兩組 要組裝成RGB電子花車 肯定不是太大的問題 IO連接附中 總共有9個USB端可以使用 通常啊 不論是創作者 或是遊戲實況主 電腦周邊的階階有相當的多 因此我都會很在意 USB端是否足夠 Vision G給的接口 我覺得相當的有誠意啊 最後 如果有需要更快傳輸速度的用戶 技嘉也有推出更高階的型號來應應 像是Z490的Vision D 同時具備的Thunderbolt 3 以及支援雙Intel的網路 有興趣的觀眾可以再去他們的官網看看喔 再來是CPU部分 由於這次技嘉是直接寄來整台電腦讓我體驗 CPU的部分已經被散熱膏擋住了 我就直接拿外盒吧 這次使用的是10核心 Intel Core i9-10850Ka 是Intel跟Marvel推出的復仇者聯盟聯名款 基礎頻率是3.6GHz 最高可以超頻到5.2GHz 市面上售價大約是15000左右 奧裝的外盒算是蠻精美的 具有一定的收藏價值 我覺得這賣的無疑是漫威粉的信仰啊 再來是今天影片的重頭戲 技嘉的GeForce RTX 3080 EGO 全新的NVIDIA安培架扣 二代的RT Cross 第三代的Tensor Cross 相信有在關注新世代顯卡的觀眾 應該就知道 三菱顯卡到底有多香 這次我開箱的EGO老鷹版 在外觀上沒有AORUS 或是GAMING系列的花俏外觀 但售價上也會相對的便宜 目前市場的預期價格 大約會是在台幣21000到22000左右 不過EGO老鷹版也同樣擁有 技嘉獨特的刀鋒扇葉正力轉功能 能夠有效的散熱 其中的風扇使用了 奈米石墨烯潤滑油 聽起來相當牛逼 簡單來說就是能夠比普通的 由風軸扇風扇多出兩倍的壽命 整張卡拿起來相當的有份量 原本打算是用媽媽料理秤重來測量的啦 結果顯卡下去直接中到爆表 網路上顯示這張卡足足有3公斤 真低有夠重了 整張卡長度是32公分 需要一定長度的機殼才能裝下 視訊輸出的部分 提供了兩個HDMI 2.1 還有三個Displayport 1.4a 現在有點迫不及待 等一下它的表現了吧 但是還是要來繼續說一下其他的周邊 像是這次CPU使用的散熱 是OROS INSEN的一體式水冷 台幣6490塊的售價 擁有全彩LCD顯示螢幕 非常的搶眼 透過技嘉的OROS ENGINE軟體 可以調整水冷頭以及風扇轉速 還有多種顯示模式可以切換 顯示的資訊也很明確 能夠馬上一眼看出目前的CPU溫度 甚至還有自定義圖片模式 可以放上自己喜歡的圖片 或是放上跟女朋友的合照 啊抱歉 我忘了在座各位都沒有女朋友 另外冷排風扇也能夠跟其他RGB裝置同步 散熱能力如何等等實測下去就知道了 再來電工使用的是記家的P750GM 有80PLUS 金牌認證 全模組化的線材設計 還有12公分的HYB智能靜音風扇 主體為日系電容 在5年保固台幣3190的售價下 整體來說算是可圈可點啊 最後我在這裡附上這個電腦詳細的零件資訊給大家參考一下 接著是遊戲效能的測試 這次會把遊戲特效全部打開 並且直接以4K解析度開始測試 那為了確保過程中測試準確 所以就不用軟體擷取錄影 我直接把畫面錄給大家看 首先看到的是GTA V 在4K解析度 室溫25度下 顯卡的使用率大部分是92%以上 顯卡溫度約在70度左右 i9-10850K的平均使用率只有15% 而溫度在70度左右 冰神水冷壓制的非常的輕鬆啊 而許多場景FPS都有60張以上 有某些複雜的場景 FPS偶爾有點掉落 但在市區的場景 顯卡的使用率非常的舒服 飆到了99%啊 FPS幾乎都有70幾張 嘶...這就有點奇怪 難道GTA的市區優化做的比較好嗎? 再來是古木奇兵暗影 這裡把光線追蹤和DLSS打開 特效也一樣全開 顯卡的使用率幾乎都在99% 顯卡的溫度約在75度左右 CPU平均使用率約為20% 溫度75度左右 最後遊戲內建測試結果出來 FPS平均有96張 整體下來相當順暢 緊接著是UBI的全境封鎖2 當角色跑在華盛頓特區 顯卡使用率大約85% 顯卡的溫度約在75度左右 CPU平均使用率有25% 溫度來到了90度左右 而FPS幾乎都在57-58張 看的真的有點痛苦哦 如果顯卡使用率再多個5% 60FPS應該不是問題啊 但整體來說 4K玩起來還是很順暢 再來是效能無敵動 刺客教條奧德賽 在4K解析度下 顯卡使用率大約為95% 顯卡溫度約在76度左右 CPU的平均使用率有25% 溫度偶爾會飆到100度 但因為水冷很快就解熱下來 最後測試的結果 FPS平均有57張 這應該是我從2080Ti 到現在第一次看到4K奧德賽 最接近60FPS的時刻 兩行類真的快噴出來了 如果用軟體將顯示卡超頻 理論上應該是能穩60FPS 但不知道是什麼情節在作祟哦 我就是想要原廠時脈下去跑 不知道NVIDIA那個3090可不可以借或是送 最後來測試一下光線追蹤版的Minecraft 果然RTX3080能夠相當輕鬆穩定60FPS 詳細數據我就不多加贅述了 現在只想好好享受這眼前漂亮的Minecraft 光線追蹤的加持讓整座城市非常的美麗 我覺得以目前能開啟光追的遊戲中 就唯獨Minecraft 讓人感覺有明顯的差異啊 不用裝額外的光影模組 就能夠享受完美的視覺體驗 而這次使用下來 RTX3080EGO老影版的散熱能力相當的不錯 溫度都能控制住 而陰神水冷的散熱能力 也能夠應付超燙的時代哀久啊 好了各位觀眾 以上就是這一次技嘉自主電腦的開箱分享 非常感謝這一次技嘉的邀請 這一次的三菱顯卡 真的讓我的患患病 又快要發作了啦 總之老黃這一次的三菱顯卡 實在是太香了 這個不換了 不知道為什麼 好像有點對不起自己的感覺啊 如果可以的話 希望那個AOROS的3090可以送 好啦主要這支影片是拍給 如果你想要組三菱系列的顯卡的觀眾 可以參考這一次的配單方式 以自主電腦來說 如果這一台電腦裡面 相同廠台電腦零件越多 照理來說這個相容度也是越高 電腦也會相對的穩定 各位不妨在最近選購電腦零件的時候 可以看看技嘉的品項喔 好啦那以上就是這一次的開箱影片分享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 還有到我的FB以及IG按下個追蹤喔 大家掰掰 請按讚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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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